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有Harry哥哥 对啊 除了我和乐仔之外 今天留下留下留到很远的地方 但是他们又留回来香港 那介绍这两位朋友究竟是谁呢 是谁呢 我知道其实近年来 我们有个名字的就是留港长者 因为有些年轻的朋友 选择去不同地方发展 但是也很多人都会继续留回来香港 因为香港实在是我们的根 他们有故事有情怀 也还有很多的机遇 今天这两位的老友记 虽然在海外生活了很久 但是他们都会经常回来香港 甚至乎去内地不同的地方 欣赏湖光山色 享受他们的退休生活 是啊 我认识他们的时候 我只是很小的 但是他们榨的春卷实在是非常美味 但是竟然我又有机会 在香港见到他们 所以今天就请到他们来了 进入高手各昼 开始我们的高手各昼 在我们身边有两位退休人士 分别就是Uncle Dick李王胜先生 你好 早安 你好 你好 你叫什么名字? 李王胜 原来你叫李王胜先生 我只是叫Uncle Dick而已 另外一位就是你平时怎么叫呢? 我叫Uncle Penny Uncle Penny, 无手闲女士 多谢两位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和我们分享一下昔日香港的情怀 还有女家的退休生活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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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很肯定你们两位 我当然很熟悉你们 因为我很小的时候 在外国读书真的很寂寞 唯有想吃一些中国东西 我知道你们那时候就在英国就很早就已经有一间叫中国东西 抵抗的 是的 即是没得坐在那里吃的 没有 是的 那就Uncle Penny那些春卷很大条的里面就有很多自己发的芽菜 是吗? 是的 是的 你那间叫Chap Sui 是的 是的 不如说一下吧 其实你们在未去英国之前 其实在香港哪里居住的? 我在新界大埔区下坑村居住的 还要姓李的 我们是姓李的 大家大户 我们整条村都是姓李的 是的 是 那Uncle Penny你呢? 我在大磊村近康乐园那边 我们这村有很多姓 不是一个姓 是的 梅花杂姓可以说的 叫梅花杂姓 但是你那里近康乐园 大家有很多人都很熟悉那里 听说以前是一个果园 是吗? 是的 是为什么以前那里? 以前全部都是生果 是 我们过时过季 尤其是过年 去看看它的柠檬 柠檬柠檬的那些 是的 很多的,很甜的 而天天吃龙眼 懂得吃 记得,那里还有什么? 荔枝坑村是吗? 软一点的 是吗? 你们那里吃龙眼 是 但是人们说你那里 那里面很出名的 所有的生果是特别甜的 听说 翻石楼的 很漂亮的 因为康乐园是 李福林将军 融入的 是的 那地方有部分是 全部都是他们的 李福林将军 又是你们的亲戚? 不是 又是胜利 是吗? 刚好是你 当时那个光景 我想很多的听众 观众都历历在目 后来知道你们去了海外经营餐馆 但是坚持都会经常一天有时间 就来回香港 是否每一次回来都看到那个画面 环境又不同了 每次回来的感受是怎样的? 这些有少许香港情怀 因为香港是我们的出生地 我们早中很多代都在新界 是 所以回来我们看到很多长辈 很多年轻的 还有我们每次回来 多数选择农烈年这段时间 为什么农烈年时间好呢? 因为很多华侨和我们这些同乡 同村同辈的 都一起回来过年 是 所以我们每走一步 就可以看到所有的人 这样不用浪费时间 到处找到处约 其实你会不会觉得 每一次回来香港 香港都有很多变化呢? 有 变化很大 是吗? 是 你觉得有什么变化了? 我们小时候刚刚在正中间 如果坐车去大埔那些 当然不会有位置上车 是 现在火车一个小时一班 是吗? 现在多方便 变化了 进步了很多 是 变化了 因为家门边前面 就有一条火车路 是吗? 还有现在完全金飞识比 是 以前过那条马路 那条铁路呢 是 要看 要自己 我们知道有什么时候有火车来 是 就是这样过 现在就要行人天桥了 是 说实话 你又一条村 你又一条村 大家就完全河水不犯井 所以你怎么走到这么远 去追阿姨Pennie 是 你两个怎么认识的 刚刚我回到香港假期 他又回到香港假期 是 我认识的表姐 是他一条村的 那就认识了 是这样的 我们在海洋公园 即是主题乐园 是 相识的 那时候海洋公园有海豚表演 是 那些很吸引 有海豚表演的主题乐园 是 那一起去看海豚 那又好 那很浪漫 星期日 星期日和我表姐一起玩 是 那时候很幸福的日子 大家一起相识 一起决定去海岸分当 相识 还有以前在扶仔 在扶仔开餐馆 开外卖当 他爸爸的背 你爸爸的背 就已经过了英国 是 就你跟着爸爸过去了 本来他是读书的 我爸一 还是没机会 我出生了几个月 他就过了 是 到六年后就回来了 所以我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你爸爸 不认识 怎认识呢 他飘洋过去 他早期 因为也没什么联系 是 到他回来又… 他也会去打麻将 做他的事 但是我想大家都会很想知道 就是 在外地生活、工作 始终是人生路不熟的嘛 是 那时候是不是都很不容易 作为海外生活的华人 是 是 担环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 最初去到 我爸爸放下我 在 Southhampton 他自己走上去 和我妈 Southhampton 就是收贤顿 是 那一艘很出名的 铁达尼 就是在那里 开航的 是 是 去到那个地方 是 去到那个地方 他等着我 你说我在香港 去到 什么都不懂 你说是否辛苦 辛苦 而且是英国中部 是 那里的中国人叫Kulu 他自己先上去 他和我妈上去 是 因为那时候就开始 很蓬勃 就是外卖 外卖 是 以前全部都是在餐馆 现在变得很兴起 你们全部都是在餐馆 那他们就要 走上去 开餐馆 那我自己在下面 别人叫他找一间学校 让我读书 他说不用 女生不用读那么多书 是的 以前的女生不用读书 是 听过听过听过 他想读 他想读 是的 但是他几个妹子 他个个都有 师读的 你的妹子有机会读书 你就没有 没有 通常姐姐都是这样的 是的 姐姐是这样的 但是 我们接受 就是半点不由人的 最重要是你接受他 这么多十年 都是你接受他 孙子的 是的 你就他多一点 还是伯母Pennie就你多一点 他当然是太太就我多一点 任劳任怨 你真的懂得做 给了机会发挥了 不是 就是 是的 这些是 怎么说 是两个人一起工作的时候 你就没得分了 互相遷就 是的 是你自己的生意 根本 你就是要互相遷就 我们前铺后居 是吗 他多数大部分时候前面 我大部分时候在各有各的努力 根本聊天都少 要收招 可以聊聊 系里非常有很多 是 短短 很快就认识了一点 со plague And Mc pequ berry The story Americas 刚才说到 始终在海外生活 不容易 但是香港人精神 是的 总会能够克服 是 是 没有 裁 DOM 调略 如果讲一件 不變的 香港都是這麼好的事 每次回來 最開心最好是什麼 香港很不斷的變化 香港政府不為餘力發展新界 九龍 香港 尤其是我們的地方改變了很多 增添了很多機會 跟我們離開香港那段時間 完全不同 好了很多很多 而且回來就吃東西 吃東西很重要 我看到你們兩個都發了一幅 我們吃東西和買東西 而且我們很喜歡 小時候在香港吃什麼 擁有什麼 又偷偷地帶一點回英國 說一件事 你們覺得回來香港是特別好吃的 沒有人一樣? 最好吃嗎? 是 我們多數都是吃雲吞麵 又中了 對 始終味道就算可能是英國可以吃 但是味道也是不同 不同 那Uncle Dick你必吃的是什麼? 蝦餃、燒麥、奶茶、雞尾包 香港的味道 波羅油 蓬佩發展之後 香港的老友記有福了 因為現在很多資源 退休都生活非常豐富 是 我們下一節不如又看看Uncle Dick 和Auntie Penny 退休的生活 怎樣去到好好充實 亦都可以讓我們的聽眾參考一下 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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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你好 剛才Uncle Dick很認真地說 他說香港現在真的不同了很多 我看到他那種激動 其實很簡單 提三個字 就是烏溪沙 他告訴我 你以前要去烏溪沙怎麼去? 游泳嘛 有 你聽聽 去烏溪沙以前可以坐船 因為我們家裡有一條船 是 可以走過去 經塔門 這樣彎去烏溪沙 還有去烏溪沙 還有一個最快捷的方法 就是游泳去 很棒 游泳是最快 聽到嗎? 很遠 游泳 Uncle Dick 現在我們其實是坐火車就去到 是 烏溪沙是美濟 以前不同 以前交通沒有那麼方便 以前我們在釘角路 我們出大埔去頭墜 是 沒有那麼多交通工具選擇 是 最方便的交通工具是甚麼? 就是這輛客家路單車 甚麼是客家路 客家路單車 是 客家路單車 剛才我們踩單車去 是方便來 是這輛 正常是這輛 是 現在不同 現在交通方便 好 不如我們又轉個話題 因為我知道你們兩個 剛剛回來香港不是那麼簡單 去到很多地方玩 對,跟大家介紹一下去過哪裏 這次我們回來 對,我們去了三峽 九仔溝 很漂亮 美景 長江三峽 楊子江是我小時候已經嚮往的地方來 這次適逢我的good old friend周老師 邀請我們一起參加好不好 我們講高興都來不及 所以我太太就叫我去不去 我一口答應 就跟周老師一起 很難得 很難得 還有照片看 很漂亮 就是這次旅途拍的照片 對,我們可以一起看看 對 還有最開心的就是 看到路友記 在退休的生活 可以去以前想去的地方 對 終於夢想成真 對,真的 努力奮鬥了那麼久 終於可以享受人生 這裡很漂亮 這裡是哪裡 這裡應該是九仔溝 剛才那張應該是長江三峽 因為現在的長江三峽 跟以前不同了 水位高了很多 是… 對,但是就有另一個不同的感覺 這裡又認得到哪裡 這裡也是九仔溝 對嗎? 對,這裡像是九仔溝 對 接著那張,我想你… 是不是還有一張? 先看一看 這個位置你認得到哪裡 是… 這裡就是香港電台 你剛才十分鐘前來的時候 對 這張照片一定要拿回去 給子女兒看 很陌生的 很威風 什麼陌生? 香港電台有很多人認識 這個位置很多人拍了照 你看看兩個一個皇帝皇后 對,而且… 很開心 退休之後還有很多好的去處 對 又可以來電台照上訪問 但大家都會想知道 怎樣可以保持著 好像你們這樣這麼有活力 又或者可以說一下 在英國的老友記 和在香港的老友記 退休的想法 又或者他們那些去玩 那些安排 會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大家都想知道 我們在英國退休 生活是很簡單的 就是… 他… 又有他自己去玩的那些地方 我… 我喜歡做我的花園 那… 我們除了要接孫 要送孫上學之外 其他那些時間 我們就… 他就去購物、逛逛 這樣… 很… 很方便 我們就走去後面 就走走 就有一個小時 這樣… 所以… 所以… Uncle Dick 我知道 你也有很多東西玩過 又寫書法 又寫詩 都是一位文人來的 在公餘的時間 有時候都看… 看過電腦 YouTube 那些… 是… 有時候他們給到那些… 提供到那些… 很多… 知識 有時候… 有時候… 現在這一年紀 我們看不及了… 看不及了… 所以… 有時候就寫低一點 這樣… 有時候看起來… 又… 嘩… 又多賺鬼 又多有趣 又… 又學到東西 有時候又… 又有感受 即是有同感 這樣… 真的… 真的很好 所以… 這些傳媒 好的方面 我一定… 要留心一點 都是欣賞的吧? 是… 是的… 時間有限 多問一條問題 好… 這條問題 我想大家都很想知道 那麼開心 那麼幸福 兩人一起到處去玩 到了這個階段 退休的年紀 落零的階段 最重要是些什麼呢? 你們覺得 最… 擺第一位的 會是些什麼呢? 在你們現在的心目中 最重要是 見到自己的同輩 還尚在人間 第二呢 見到的… 小時候 那些… 她懂得智利 還有… 懂得… 懂得… 說中國話 你… 是的… Auntie Penny 你覺得呢? 覺得… 我當然最好是 自己家裡的個個平安 小孩子聽話 這樣… 是不是? 他們有他們… 現在他們有他們的生活 我們有我們的生活 看到他們好的 一定不能夠忘記中國 不能夠忘記香港 是 沒錯 生於師 長於師 是的 其實… 有很多時候 就是因為有機會 可以去到外國 更加感覺到 我們自己是中國人 這種情懷真的很特別 是的 還有… 最重要的事 其實可以很簡單 也很幸福 就是健康 大家都平安 能夠聚在一起 過時過時 一起吃餐飯 互相為民 已經是最開心 更有一樣 我們看到中國 這麼進步 這麼文明 這麼方便 我們沒有話說了 是的 還好說 其實這件事 我也不想提及 他們其實去了九寨溝 又去了長江三峽 但他們拿著一大搭的銀子 完全沒有花過 因為是沒有人收他們的現金 現在就是這麼先進 是 因為都是電子之父 還有有個強健的體驗 才可以繼續攀山月� 去到望嶺的風景 希望我們可以邀請更多 不同的路友寄 上來分享他們的故事 今天謝謝兩位 希望你們也聊得開心 謝謝兩位 雲吞麵 蝦搞笑買 好 待會 春館… 我們下一次再聊 待會兒 去看看 是什麼 就很明顯啦 还我手 耐心地牵引 共夸岁月河流 端流 何愁转顺北投 仍然意外 抹揭息地流 报备这一生 付出着所有 用心就像 这动人的节奏 是你的暖流 擦身 期望与梦成怀未够 浪起浪还推 但你的慈爱 常在眼角中 笑月中滲透 这一节目 请不吝点赞 明镜蜜 antarazo 极速十五秒 提到极速十五秒的时间 电话号码是172 3 1 2 很开心 刚才跟你两位女友们聊天 接下来又可以听到两位女友们的 很精神、精灵的声音 这个游戏要考你的反应 怎么玩呢, 看看规则吧 规则相当简单 我手上有两个顺风 A顺风, B顺风 内面各有一条问题 两位听众观众 各自要在15秒内 讲出最多和题目相关的词语 谁讲得多些就为之是胜出 而胜出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昨天因为打和的关系 皆大欢喜 双双都得到超市现金礼券 稍后回来听你的电话 早餐还是晚餐? 早餐 流行音乐还是戏曲? 流行音乐 高大还是嬌小? 高大 一个丰富的早餐 可以令每一天都有精神百倍 怎么为之一个丰富的早餐呢 我觉得除了食材要新鲜之外 一杯醒神的饮品 加上美好的音乐就合适了 逢星期四至六 早上五点到六点半 有我, 钱佩佩 在香港电台一五台 和大家享受一个美好的早餐 享受好的音乐 电话旁边, 首先有梁女士在 梁女士, 你好 早晨, 六姐, 你好 早晨, 早晨 A信封, B信封, 你想选哪个? A A, 右手哪个? 要听清楚了? 好, 请梁女士在15秒内 说出最多傢俩的名称 预备, 预备, 3, 2, 1 预备, 3, 2, 1 好,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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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好,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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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1 好, 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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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备 预备 這幾項目獲取了一個混合團體的銅牌 這次我第二次出戰亞運比賽 第一次是2010年的廣州亞運 其實這次也算是彌補了一點遺憾 因為2010年那年沒有什麼成績 今年能夠代表中國香港獲取銅牌 其實也相當高興 其實你當初是怎樣去接觸到這個象棋 你再慢慢進步,然後再獲獎 其實過程也很長 對,其實小學的時候 因為舅父和我一起住 跟舅父上下隔床是一個好鄰居 舅父喜歡下棋,所以舅父教我下棋 自然因為小時候 我也很喜歡歷史故事 也會幻想自己下棋行軍打仗 像自己將軍行軍打仗 所以我也迷上了這項運動 那下棋在你人生裡有多重要? 其實下棋現在已經是我人生的一部分 因為除了我是一個運動員之外 我平時會代表香港出去比賽 其實我平時的工作 其實也可能會教一些小朋友 或者教一些香港青少年代表去下棋 那他們怎樣的小朋友 其實他們現在中國香港的青少年成績 其實也不錯 在世界賽、亞洲勝賽事 也會有前三、前四名名士 所以成績是挺好的 那你對象棋在香港發展 有什麼期望呢? 其實我希望青少年運動員能夠接棒 希望繼續在國際賽事裡 爭取好成績 繼續替象棋這個事業 推上另一個高峰 多謝陳Sir次教 那推廣象棋就由我開始吧 陳Sir, 捉上棋了 好 時間來了 早上的11點3、16分 繼續有香港聯絡的節目時間 有等了 還有Harry哥哥 一個非常緊湊的星期三 希望在這個很放鬆的星期三 就和大家有請兩位嘉賓來 接下來就要去到音樂的地方 要有音樂, 有音樂有快樂 也可以令我們的老友的認識更多 不過公佈剛才極速15秒勝出的是 何女士, 恭喜 恭喜何女士 得到超市現金禮犬 都是那句 一說到交響樂, 西洋的音樂 我們的老友 見我們的聽眾 可能就會說 樂仔, 口心 一點都不心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問你古典音樂的音樂之都 在哪裡 維也納 一定是維也納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的這位嘉賓 就是剛剛從維也納回來 不僅如此, 他還帶了維也納 那一位很特別的嘉賓 即是說今天有兩位嘉賓 對, 那繼續是高手過Chill 高手過Chill 繼續有高手過Chill 上半部分聽了兩位留有記的分享 之後 今節首先請來有郭傑問 Joe 他是港青交響音樂重鑑 早安, Joe 你好, 早安 我叫Maiso Mai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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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low-Mo 我叫Slow-Mo 我以為是慢動作 Slow-Mo 不是 兩位嘉賓 首先是Joe 還有你也帶了一位大師上來 Harry哥哥 為什麼會請Joe上來 你們為什麼會相識 其實我和Joe 應該大家真的都合作無間 是 有沒有十年 十一年 我其實說你真的有數嗎 數了才上來 因為每一年 很多時候都會有一些管弦樂團的音樂會 但是我和他們的這個樂團 會一起去講故事 有一些很適合全家一起去聽的一些故事 例如是美人魚 我們做過阿賴丁神燈 剛剛做完這個雪花皇后 灰姑娘 灰姑娘 天鵝湖 天鵝湖很多 每次都 我感動的 因為他們這個樂團裏面 有一些很 怎麼說呢 是很專業的樂手之餘 有很多年輕樂手 是的 可以和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樂團 是的 大家好 我們就叫中國香港青年家康樂團 其實我們智力其實是想培育 或者是發掘一些 很有才能的年輕人 一些年輕人 即是他們需要一些平台很專業 很國際的平台 很國際化的 是的 我們希望帶給香港一些文化 所以我們會智力經常推廣一些 除了一些古典很經典的故事 童話故事 他們會有一系列的音樂之外 我們也希望帶給觀眾一些 一些香港演樂看不到的東西 明白了 一個簡單的問題 就是大家心裡可能會問的 就是 交響樂 三種字經常都聽的 甚至乎有時候有機會 都會看到畫面上有一些的演出 有些老朋友可能就說 交響樂 如果很簡單 而直接和他們去到分享的話 其實是什麼呢 是一個管弦樂的樂器 其實是一個包含了很多很多 你們平時聽到音樂的一些元素 加在一起 加在一起 一個合出來的效果 你平時聽到音樂 你不知道原來這個是管樂 原來聲音這部分是弦樂 加起來 原來效果是在一起的 是的 基本上就是交集 交集在一起響的音樂 通常是很混亂的 不是那麼多人害怕 其實真的很和諧 大家都會聽過 今天很開心 因為Jola 有很多事情要跟你聊天 因為除了你古典音樂的部分 也知道你有另外一些流行曲方面 對 跟過很多的大師 但今天身邊還有一位大師 今天很開心 你可以來到這裡 很開心 今天邀請到大師 很開心 你可以來到這裡 但第一次來香港的時候 就是十八歲的時候 所以不太久 不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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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香港的改變 香港還是改變 我曾經經過一段時間 很厲害的改變 高樓大廈 是 高樓大廈 是 高樓大廈 是 帶大家去到一個新時代 對 他說香港能夠可以 令大家可以去到一個新時代 好 你有沒有看到音樂在世界上 有甚麼改變 音樂方面 在世界上究竟有甚麼改變 有些 當然 首先 這是古典的資訊 但仍然 新的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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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會建立 對 你也知道 對 他雖然很少來 但他也知道 香港現在在尖沙咀 有一個文化中心 不過你們香港其實都現在有另一個文化中心 正在建立 他也知道 很緊貼 你香港現在的特色 很緊貼 這已經成為一個很活動的文化生活 對 有兩種文化中心 我肯定會有更多 新的年代 新的孩子 香港作為一個文化中心 繼續會培育更多年輕的人才 但這次Joe 為何會跟大師會有一個相遇 也很想請他上來 這是一個故事 很想不想聽 那你當然想聽 看一看標 看一看標 通常要用多久的時間說 10秒左右 那我們夠時間 給你9秒 好 8秒 我的老師 我在歐洲的老師 其實當時他們很年輕 和Slow Mo 很年輕 他就去紐約發展 找了他幫忙 大家看看能不能在紐約發展 成為了好朋友 是 透過這樣我就認識了Slow Mo 你說你怎樣認識他 但是這次又來香港 對 你去做些什麼呢 對 之後我們來10月4日會有一個演唱會 是跟貝多芬有關的 有關貝多芬 這會是很誠實的說話 所以 你可以告訴我們為什麼 你來這裡 是因為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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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輕人 我們有第一半 有很年輕人 演唱 比特芬 可能這就是 比特芬 好 後來 我本來 基本上 基本上 我做了一個 擅長的 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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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 當然 這個是很特別的 首先 他就贊上我們香港 有很多年輕的樂手 今次來香港 就是因為有機會 可以跟一班 香港非常年輕的樂手 他們會演繹 背多芬的作品 接著 下半場 就更特別了 他就會跟一個樂團 一起 不過這個樂團 是不需要指揮的 你想像嗎 不需要指揮 自由發揮 不需要指揮 No conductor How can they play music So many people together 真是交響樂 So Please everybody come 是 Please come Actually I already want to come Because How can you play music With so many people Without someone Giving the beat 為何那麼多人 沒有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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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That is amazing 因為就是說 你來通常我們會請 Maestro來 Maestro來指揮 We usually invite maestro so that you actually stand on the podium and conduct Now we are actually inviting you to come here to do nothing Let's say 到時就會知道 到時就會知道 可能nothing 是something 都不明白 到時就會知道 會有演出 我相信大家都會想認識 Joe多些 因為經常說 在香港追夢 做音樂 始終是很不容易 不如我們下節回來 又聽多些 Joe的分享 是啊 走 走 高手過操 到最後一節的高手過操 有鄧天網 還有Harry哥哥 還有兩位嘉賓 是啊,很感謝Joe 和Maestro 今天在我們當中 Joe剛剛從維也納回來 維也納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是否叫金色音樂廳 是嗎 是嗎 對了 Joe剛剛在那裡演出完 我認不得他 因為他好像莫扎特一樣 說來聽一下 可以看照片 是否就是這個地方 是啊 這個是社會 我們有幾場演出 我們有一個是 世金色大廳 我們去了世金色大廳演出 我們去了金色大廳演出 是 這次金色大廳演出 我們就被邀請 是一個維也納莫扎特加樂樂團 邀請了我們去做獨舞 他們很有趣 穿著莫扎特的衣服 那個年代的衣服 戴上假髮 你是唯一一個不用戴假髮的 因為你的頭髮本身已經很莫扎特 我沒有要求 證明他們覺得你成功 第二張 這一張是和一位樂手的合照 這個精彩了 阿祖你要說一下 這個在網上的人說 我很不開心 就是我們是兩兄弟 但是他是 他不開心還是你不開心 他很開心 因為我很年輕 他大師 比較成熟一點 是一位大師 他很豐富這張照片 大家好像和兄弟一樣 是啊 但每次去到和大師交流 是不是會發覺 要多些去不同地方 每次都會有得著 是啊 因為我們在過程當中 星期間裡面 我們有聖節 我們會有很多學習 還有很多互動 就是一個節 是 就是莫扎特音樂節 沒錯 而所有人穿著的服飾 都好像莫扎特 這個是第一年發生的項目 很特別 很特別的 就是走來走去全部都說 莫扎特 難怪你過去 叫莫扎特 看得挺好 莫扎特 你也挺莫扎特 挺有趣 那些學生一定會有一個很深入 一個很特別的體會 沒錯 沒錯 他們第一次去Musik Farang 去聽音樂會 看到那個場景 原來那個場地 當你坐了人的時候 整個音樂廳 就是一個音樂器 所以在播音樂的時候 就好像是整個音樂廳 一個音樂器 大家可能都會想看看空間 是不是就是這裡 就是這裡 那裡很漂亮 不僅漂亮 剛才Joe所說的一件事都很特別的 就是這個場景 他們說 其實這個表演場地 本身就是一個音樂樂器 所以其實在裡面 製造了一個聲音之後 如果不是在這個場地裡面 根本不是一個完整的樂器 是不是這個意思 連人也要算 連萬人 也要算數 還有觀眾 如果刺的話 如果沒有觀眾的話 聲音是不好聽的 坐滿了 那就很好聽了 我想其實很多年輕人 真的有個音樂夢都很想 好像阿Joe那樣 有機會去不同地方發展 是啊 問一下兩位 就是兩位嘉賓 究竟怎樣才可以有一個空間 有個地方 在香港培育到音樂的人才呢 Maybe that's a good question for Maestro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important element to create the best environment for classical music making I think classical music making and the future is by better connecting with people 人的連接和溝通 It is always a question of communication It's always channels must always be open both from the musicians and the public But we are dealing with the changing factors and this is the reason sometimes where it does not always connect we all need to find a better way to connect with each other That's so well said because most of the time we are concentrating on performing,performing,performing and you receive,you receive 是嗎 通常我們都會的 演出的時候 我們最重要是練好 然後我們在距離台上就表演 觀眾聽完拍手掌 但Maestro說 其實音樂 尤其是古典音樂 的未來 就是完全是溝通的 這件事我真的覺得很感動 人和人的連接 人和人的連接 說不只是自己和樂器 是說觀眾和演出者 要有一個report 有一種交流 我所謂 那是非常重要 我可以看到 那是為什麼 我們要去音樂場 去享受音樂 instead of just checking it out on the phone 對,但不僅僅僅僅僅 是找到正確的方法 去給予演出者 因為如果他們不給予 的意思 他們不得到正確的訊息 是真的一部分 即是不單單說聽那麼簡單 其實聽眾坐在公眾席那裡 其實都要給回應 抬順的樂手 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沒錯,就不僅僅僅僅僅僅僅 即是說 其實觀眾一直那種欣賞 原來是會令到整件事的氣氛 更好 是製造了一種可能我們感受不到 我們一定感受到 但我們未必可以看到 那種關係就會令到音樂可以提升到另一個層次 不是,Joe你又怎麼看 好像這次委屈 我們有個同事 叫Wiki 他帶了一些很小的四歲 他在歐洲表演 在歐洲表演 四歲已經可以出來表演 四歲 是香港的小朋友 四歲 我不肯定 四五歲 都是小提琴 是,鋼琴 鋼琴 之後去到外國的觀眾 就問那些人 為何他可以彈得這麼好 為何這麼年輕可以準備好 他覺得很驚喜 可能外國人有些不同 外國人是猜不到 我也猜不到 如果你們有機會 可以去那些演唱 我有很多次跟他們合作 那些小朋友四五歲出來 就真的彈貝多芬莫薩特 然後很穩定的 好像他很老練 好像身經百戰 是的,真的不知道為何 我也覺得很神奇 我想外國人看到 就更加覺得 嘴巴了 是的 還有這些公眾表演的機會 我想小朋友 將來就可以更加 不會協詳 又或者去到接觸到更多 但是我們 電視機網邊 可能有點成熟一點 其實對於一些年長的人士來說 如果他們說 現在才想學 弦樂、管樂 甚至乎跟一些老朋友 繼續交響樂 你覺得行不行 我覺得是可以的 音樂是無分前後達者為先 只要有一個很適當的方法 訓練 還有他自己喜歡 最重要是他自己有 一定要喜歡 是的,他很喜歡這件事 其實他就會給點心機下去 其實我不覺得年齡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對 我覺得他們還有一個平台 或者有一個音樂會 讓他們真的去分享他們的音樂 是一個精神上面很好的治療 是的 時間就不是很多 但是其實有件事 我想我們的聽眾和觀眾都很想知道 Joe 我知道你跟汪明荃、鄭少秋 徐小鳳 周杰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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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明倫 數元很多 幫他們演出表演 我知道你跟著校長 圍著中國 都已經去了很多大城大市 是的 其實有沒有什麼 一些有趣的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台前台後那些 是的 最好是台後 我們看不到那些 沒有 如果你跟校長去表演 其實你都知道一定會吃到 是 是 即是全部放在台上那些 有一次有些大閘牌 很多地方是 即是很高的 不是擺滿 是擺很多層 即是已經不是水平的問題 就是那些片皮鴨 是 吃到很好吃 即是他們很好 然後 有一次 最好玩 就是有一次 我們玩猜包剪特比賽 是 贏了就要一萬元 哦 這麼開心 接著呢 接著我就負責猜的 是 我贏了的 是啊 他是最記得這件事 是啊 因為我記得他沒多久就回來香港 是 我們開演唱會 我真的沒見他笑得那麼甜 很甜 你很開心 他說是啊 我中了獎 還以為是 我在那裡表演完 很開心 原來不是 吃了很多大閘蟹 不過校長的音樂會 都挺出名的 就是 慶功宴是比音樂會更長的 是吧 都很厲害 是很厲害 很多東西吃 最重要是 玩得開心 我相信 玩得開心 表演自然會投入 聽眾觀眾自然會享受 相信 可能你現在未接觸到 將來有多些機會 時間更多的時候 再請Joe上來 再請大師上來 我們的節目當中 跟我們去到分享一下 讓大家可以了解多些西洋音樂 和古典音樂 來到尾聲 再一次多謝兩位 上來我們的節目當中 時間非常短 但大家都應該聽得很開心 待會1723分 電台部分 我們會繼續 沒錯 記住了 一會一小時就輪到你們參與 記得打電話來 是啊 有樂仔 有Harry哥哥 還會有圈圈和藝圈 至於今天說什麼的話題 待會兒在電台部分就會說到 在這裡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 謝謝你,Joe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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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